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7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1个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讲话的玄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这种工作了 今天再做一次 第2个中国国资入股互联网企业,第3个是疫情下 北京冬奥会能开放吗 我们一个个讲,第1个呢可能会话题比较长一点 那我们就 讲快一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10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 有个特别之处,一口气讲,这次会议讲了两个主题 通常中央财经委的会议 通常只讲一个主题,你比如说第9次会议 第9次会议讲的就是这个碳排放 讲这个碳排放 碳排放的政策 那么 这次呢就讲了两个主题,一个主题讲的是这个 共同富裕,一个讲的是金融风险 那 中央财经委呢是,它是个中共的架构,它不是国务院的架构 它是中共的架构 比如说金融稳定委,金融稳定委的全称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 这是国务院的架构 财经委呢是中共领导这个财经工作的这个协调机构 那么也是中国经济核心的决策部门 通常财经委,这个财经委不是习近平设立的 这个财经委是改革开放一上来就已经设立了 那么通常是由总书记担任这个 这个工作,主任的工作 那么 80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财经 财经领导小组 最早是领导小组 那么就取代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 财经委员会就取消了 就成立了一个财经领导小组 就是用党去管这个经济,党管经济是通过 财经领导小组去管 当时是由这个 由赵紫阳任组长 后来到了89年赵紫阳下台 然后就撤销了这个财经 财经委到了92年又恢复 92年恢复呢就江泽民,江泽民任这个组长,那么江泽民就通过这个财经委 去管经济 习近平是2012年任这个总书记 然后他就任这个财经委的领导小组的组长 到了18年,18年的3月 中共中央实施 机构改革 机构改革就把这些,原来习近平都是各个小组小组长 当很多小组长 那么现在把这小组长一升格 叫委员会 所以呢财经领导小组的 就变成了财经 中央财经委员会 他就当主任 然后谁,这个李克强副主任 然后李克强副主任呢,习近平再把这个谁拉进来呢,把这个王沪宁拉进来 王沪宁其实是管理意识形态 习近平把王沪宁拉进来,然后再拉进谁呢 再拉个韩正进来 就用人头来压李克强 王沪宁基本上就是这样,你定期就会在海外媒体上 看见有人在 骂王沪宁 骂王沪宁 踩王沪宁 这都是帮习近平工作的 就是 这头要用他 另外一头呢要敲打他 所以其实你看 习近平做很多把王沪宁安排的各个岗位上的这个角色 但是同时呢,他又用海外的媒体 在敲打他 那都是习近平的锤子 然后就 这次会议呢就是 第十次会议 那这次会议呢,参加会议呢,以前的通常 中央财经会议 那就是一加三 习近平加李克强,再加王沪宁,再加韩正,一加三 这次多了一个谁呢 多了一个汪洋 多了一个汪洋 基本上七常委 就差两 一个是谁,一个是栗战书,人大委员长 另外一个是赵乐际 赵乐际是中纪委 他们两个跟经济完全不搭界 但其实这个王沪宁也不搭界 那么这里面 多一个汪洋 是有说法的 有说法 那好,那今天有两个主题,第1个主题叫 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 第2个主题是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 那上来呢,就是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 还有一个是中央农办 中央农办其实是中共中央的机构 就上来做报告,做汇报 汇报什么呢,推动共同富裕问题 但是把农委都放进去,演戏做全套 就上来 先汇报工作 然后是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 发改委,财政部 然后就汇报,汇报工作 怎么样化解金融风险 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 汇报 汇报完了以后,习近平讲 讲话两点 一个 关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这就讲了一个要点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他通常会 会把整个的主题讲完 但是这次只讲一个要点 然后金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 法治化的原则,统酬做好重大 金融防范化解工作 那么这两个主题呢,共同富裕是重点 然后化解金融风险是陪伴 做样子的 为什么呢,我先把金融风险讲,我们在重点讲 共同富裕 那么关于化解金融风险会议指出 先讲成绩 19大把这个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作为三大公决战之一 意思就是我们早就看到这个问题的了 然后几年来,这个国务院金融委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 分类施策,精准拆弹 在基本方针推进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经济 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 讲了一堆这个话 这段话呢就是肯定 国务院金融委的工作 国务院金融委的工作是谁主持呢 是刘鹤 也等于就是肯定了刘鹤的工作 那肯定刘鹤的工作,刘鹤是习近平的铁杆 也就是 帮习近平脸上 这个 这个涂脂抹粉 那么就是,然后就12345 12345全部都是废话,所以我就不念了 说明什么,这全是废话 这个主,你可以看啊这个 中央财经委这次会议,其实要讲的是什么 共同富裕 但是呢 他还要讲什么呢 还要讲金融稳定 顺便还要把这个,把刘鹤表扬一通,使劲表扬一通,你看汇报工作,刘鹤不汇报 本来刘鹤一个人汇报就完了嘛,你讲金融稳定 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 你搞那么多人汇报 说为什么 级别很重要 那个刘鹤副总理不能让他汇报 让底下人汇报,让部长汇报 然后他 表扬他 说明什么 权力斗争非常激烈 真的很厉害 你看这会开成这样 真的很厉害 第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呢 会议指出 改革开放后,我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诶,这话一说 大家也觉得有点不一样吧 很严肃了这一下 本来是 你看他表扬挺好,挺开心 这上来就改革开放后 这话说的很严肃了 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 认识到 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打破传统体制束缚 允许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 这个稿子一写 不一样了 有事儿,这里面是话里有话 然后他说 我们正在迈向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 适合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 党长期执政的基础 这就到了重点 什么 执政基础了 这里你看 共同富裕的话题决定什么 中共的执政基础 一到执政基础那就触动了 中共的核心问题了 然后他就开始讲很多 他这里有几个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构建初次分配 再次分配 三次分配 协调配合 基础性制度安排 加大税收 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并提高精准性 扩大中产收入群体比例 重点扩大 增加低收入人群的群体收入 然后就合理调节 这个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 中间那两头小的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 促进中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 扎实迈进,很多很多 但中国社会不是椭圆形 中国社会是金字塔形 非常典型的 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 那么财富 集中在金字塔底 中国应该是 12.3%的人口拥有全社会80%的财富 中国的社会社会财富的情况是这样,所以他是个金字塔形 所以跟这个习近,所以中共讲话 天花乱坠 狗屁不通 全部都是骗人 全部都是骗人 他还有很多啊,什么什么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 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这亮牙齿 共产一说 坚决,一说坚决就有东西了 等等 很长,很长一段 讲了这个就是共同富裕 我就直接就开始分析吧,直接分析吧 否则讲不完 第1,这里面有一段 从第1段 今年的7月1号,中共建党百年 习近平在这个建党纪念大会上宣布 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了,建成了小康社会 小康的基本上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追求的理想状态 就是处于什么呢 处于富裕 和贫困之间 有点钱 不至于饿死 处于叫小康,小康之家 就是一村,一天三顿饭都能吃饱 但你不是特有钱 这个新华社 说这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 理想状态 你不能太有钱 太有钱就没人耕地了,没人耕地皇帝吃什么 所以你还得让人耕地,就是不能够太有钱 处于小康状态 习近平已经宣布 实现小康 全面实现小康 逻辑上来说呢,小康社会的特点 有两个,第一个 第一是解决了贫困问题 所以扶贫攻坚 必须和小康社会同步完成 扶贫是去年年底 那跑步完成 所有的贫困问题 全部消灭掉 这是第一解决了贫困问题,第二 共同富裕已经是大陆直到 往前奔就行了 问题是没有了 就我们已经进入小康了 前面就是 大陆直到 往前跑就行了 基本上就是点特征 那么你既然已经是小康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你怎么又 跑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问题呢 说明什么 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有问题 这是第1个 所以开 中央财经委这个会是有针对性的 是要解决问题 这是第2 上来一上来就开始讲历史 刚才念了一段 改革开放后 我党 历史 总结 做了哪些哪些决定 这个是什么意思 开会上来就讲历史,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有问题 现在有问题,要回顾历史 在历史当中 寻求答案 上来回顾历史,那说明什么 历史我们已经做了决定的 有结论的东西 那要把结论 那个时候历史做的结论 拿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他这么说,他说改革开放后我党深刻的总结了正反览方面的历史经验 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这个重点来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然后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然后推动解放 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什么 这是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基本上可以讲,我们总结到这就是邓小平的遗产 也是中共党内的共识 就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然后推动解放生产力 这是党的共识 这是第一个,党的基本路线 第二个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然后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 合法经营 敢于创业的 致富带头人 这也是党的基本路线 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就当年年光久啊这个那个,搞了一堆搞到现在 中共终于决定,你们挣钱没问题 合法挣钱吧 否则改革开放没有成果 所以 这就讲到了什么 讲到了问题的核心,就是可以富起来 或者是 富起来是合法 那么逻辑是什么 逻辑是你既然可以 富起来是合法的 那么你持有财富也是合法 这很重要,为什么 我们后面讲 第3提出来一点,提出什么呢 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依法保护合法收入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的回报社会 然后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 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坚决取缔 非法收入 这叫什么 这段文字叫什么 这段文字在中国的文件当中叫留一个尾巴 前面重申党的基本路线 但是 不能说我啥都不对呀,我还是有对的呀,不能让你全对了呀 我得找一些说法 来 解释我的行为是可行的,是说的 做的对的,我不能犯错 这段话就是讲的是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反面 讲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 搞了高收入人群 我打击了非法收入 这是什么 这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 习近平的 灭霸降止 这件事情就是针对习近平从今年开始 这个灭霸降止,习近平针对互联网企业进行全面的打击 从蚂蚁集团到阿里巴巴,从字节跳动到美团卖卖 下半年从互联网向其他行业延伸 从滴滴上市到潘石仪出售股权 然后团灭教培 网络游戏 医疗美容 然后整顿房地产 没停,根本没停,每一个月搞好几趟 吓得这些老板,吓得这些私营企业有钱人 纷纷拿钱辞职,你看腾讯 4月份宣布拿500亿 500亿 搞一个基金 什么教育乡村振兴绿色能源 腾讯拿了500亿出来 然后王兴,王兴拿了多少,179亿 拿了179亿 成立在清华大学成立基金 王兴是清华的 习近平也是清华的,清华博士,小学博士 拼多多,拼多多辞职 我今年3月份辞职 然后张一鸣也辞职,拼多多的老板叫黄征,黄征3月份辞职 然后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张一鸣就是抖音的老板,TikTok的老板 4月份辞职 然后还宣布我不上市了 这个谁呀,那个京东,京东把他们的工资的薪水从14 员工的薪水从14个月 提高到16个月 雷军,雷军捐多少 145亿,都是100多亿啊,这吓得够呛,这不是一般的害怕 这非常害怕 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的这个疯狂的行为 就是 今年以来这个灭霸响指,噼里啪啦不断的在打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非常大 本来今年经济就不好,我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讲 说你不可理解 本来有疫情,这头有疫情 那头跟美国干 经济就不好 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的涌现 经济周期往下走 几件事往中间看,你看 7月份的数据非常的差,差到什么地步 差到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调低了对 第3第4季度的预期,基本上所有 而且 一口同声的全部都调低 不是 不是个别,是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海外的经济学家,全部都调低 而且海外的经济学家开始 已经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已经 原来那不用说,原来都是讲什么,原来的态度都是 现在只是一个调整 最终还是会往上跑,现在不是 现在已经觉得 中国经济已经不如美国经济了 这个看法,这个改变很重要 会改变很多决定的 所以你想一下,习近平这个从今年一直折腾到现在没停 一天都没歇过 你看把这个 把阿里巴巴给折腾了,把这个滴滴给折腾了,把这个房地产企业给折腾成什么样 一点都没有放过 那么 你想一下 中国一年 好不容易搞个 就业岗位 辛辛苦搞个五六百万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要搞个七八百万的就业岗位都非常困难 你现在团灭 直接把这个教培行业团灭 教培行业光失资就1000万 整个从业人员三四千万,你说一下子马路上就跑出这么多个失业人口来 你说让这个是什么 你让这个整个经济怎么去吸收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就是 习近平不断的在捣乱,给自己的经济捣乱 那这一趟 怎么会跑出个中央财经委的会议来呢 中央财经委的会议通常不会在八月份开 通常在几月份开 90月份开 他通常一年开两次,一次在三四月份开 一次在这个90月份开 就一头一尾,就是一个是年初一个是年底 基本上有这样的运作 这次八月中就开,为什么 刚刚开完北戴河会议 那习近平今年以来的这个 这个疯狂行为肯定在北戴河会议肯定是群体而公之啊 而且这件事情当中是什么 群体而公之只要拿这个话题来攻击的话 基本上是有理有据 对吧 你 一二三,你列一下 这有理有据,你这把这个 算一下就能算出来 美团 美团多少 教培多少,你这一口气 赶得5000万人上街 没饭吃 你这经济这个情况,你还搞5000万人上街没饭吃 怎么弄 所以基本上有理有据 这是第1头 第2头 习近平没办法自圆其说 你讲啥 你怎么解释,你说你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不断的 灭霸响指 你的理由是什么,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你说有各种各样的冠冕堂皇 灭这个 教培 为了政治安全,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一句话就灭掉它 你没有更好的办法,用这种方法 这太简单粗暴了吧 一个关枪 就接不上 所以呢 所以呢 群体要公知 无法自圆其说 怎么办 中央财经委 开会 提前把会提前开了 出来干嘛 公开表态 所以为什么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在这个 中央 台经委的会议上只说两个要点,没有把主题讲完 为什么 没法让他说 那所以 只讲个提要 两句话讲完了 会上 最后干什么 会上主题 主题第1个 重申党的基本路线 重申党的基本,也就是邓小平的路线 不过 这是在中央财经委的会议上讲 而不是在党的会议上讲,你就从这个安排就可以看出什么 看出习近平的心计来 他就很知道这个 他在党的会议上一开 这就党的结论,党的结论对他的政治有影响,有政治影响 那怎么办 财经委上会上开 财经委上会上开 能解决问题 但是呢 他又不用承担政治后果 所以习近平其实在政治上 是非常老练,非常狡猾 这是第1,第2 重申党的基本路线 第2个就是给给这些私企 给这会议网的老板 给这富裕阶层派定新闻 我们现在允许共同富裕 允许先富起来 不用担心,不用跑,老乡不要跑 就讲这个话 这是第2,第3 习近平会不会停止就不折腾了,不好说 但理论上来说 理论上来说 开了这个会 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太表了,理论上这个折腾了,应该会停下来 否则的话你开这个会干啥 这是一个 但从政治层面上来说 第1 习近平的政治地位没有想象的那么稳固 也就是说你看 我其实我今天想用的标题是什么 习近平认怂了 但是呢 这题目又不大合理,为什么,因为 因为习近平只念了两个题 整个的长篇的是会议认为 会议认为是什么意思 会议认为就是结论 结论就是会议认为 所以你从这个事,第1 习近平妥协了 妥协也可能,但是他妥协的同时 他还让这个 刘鹤表扬刘鹤一把 在结论当中表扬刘鹤一把 说明什么 说明双方斗得很激烈,非常的激烈 这第1个 就是 习近平的权力并没有那么稳固 他认怂,他也得认怂 他认怂有两个条件,第1个条件 形势要足够的严峻 就是说 这个形势得严峻到他都不认怂,为什么 因为经济形势严峻到影响中共的执政地位,刚才前面那个话已经讲得很清楚 其实会影响中共的执政地位 那他也得认怂,为什么 党内会有共识 这是第1个,第2个 习近平自己抓的权足够多 只要你权力足够多,你责任全背上 你只能认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认定两点 第1个 20大 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 然后你就看 海外有些媒体就开始 造气氛 讲这次习近平安朗 20大这个事安朗 就已经 稳了 这个妥了 没问题了,基本上就是他了 但是你通过这次会议你可以看 他会不会是个交换我不知道 但你肯定 习近平在 这个 中央财经委的会议上肯定是认怂了,这个没错 那么所以 他在20大有没有那么笃定 我要打个问号,我不知道 老实在我不知道 我觉得没那么笃定 为什么 第1 这件事还没完 为什么,你想一下 经济形势已经烂到这个地步,哪那么快,你说一不折腾,经济形势就 蹭上去了,那不可能 经济形势这个问题 你想一下 金融刘鹤庄 那头 发改委,都是习近平的人 李克强基本上这个总理就是一个后勤部长 那李克强说我,我的责任我怎么背 你得背一下 所以呢 第1个 经济的形势 这件事还没完 这是第1个,第2个 习近平的政治对手 那就 就说当然是以李克强 为主的了 他也是有扭矩的 你没办法反驳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开启会来就是拳打脚踢,不是的 你得讲出个道来 那你手上有东西给别人捏着 你在开启会来你就很被动 这是第2个,第3个 党内斗争非常激烈 所以你可以看 就一个文件下来 这个文件里面已经刀光剑影 那你开启会来就更不用说了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个,第1个主题就把我们的时间用光,我简单的说两个吧 第1个就是关于中国国资委入股这个互联网企业 路透社今天的报道 然后有一家叫这个 叫网头中文科技 这家公司叫网头中文科技,今年4月份 入股 北京字节跳动 入股多少,百分之一 只入股百分之一 但是呢他入股了百分之一 就安排了一个董事 进董事会 字节跳动,董事会有三个成员 他就派了其中一个成员 这家公司呢 这家公司有三个股东 叫什么,这个叫 网头中文科技,网头中文科技是什么样的底呢 是2019年7月22号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 然后有三个股东,第1个叫中网头 中网头占40% 中网头的股东是谁呢 中兴国安 国企吧 然后是中油 中油人寿保险 中油就是邮政 中油的这国企 和中移动资本控股 这是国企 这是第1个,第2个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这是北京文化国资委的 也是国资 第3个叫央视 平融媒体发展有限公司30% 央视是谁,央视平融媒体就是 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台 这几个合在一起,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持有的 总共,你可以看 这个网头中文科技 就是一个国企 国资 那么 他就持有字节跳动1%的股权 然后他派一名董事 进了这个字节跳动 那你想 三分之一啊,很厉害的 然后网头中文科技除了字节跳动之外 还间接持有37家公司的股权 包括什么呢,包括西瓜视频 包括多闪 包括互动百科 最多持有股权就1% 然后呢 网头中文科技呢,其中他的董事 执行董事 叫什么,叫汪存傅 汪存傅 通过另外一家公司叫网头通达 一个叫网头中文科技,这个叫网头通达 应该是姊妹公司 入股了新浪微博的子公司 这家公司叫威梦创科 也是1% 然后他呢就任命了一名董事 进威梦 也是三人董事会 他占其中一个 这是什么,这是中共控制互联网一个新的模式 那么原来中共控制互联网企业 最早是党委 设党委 设完党委干嘛呢 设工会,工会主要,党委你比如说阿里巴巴腾讯啊,他们都有党委 而且甚至有纪委 甚至有纪委 那么比如说工会,工会就是谁呢,工会就是滴滴 滴滴设工会 然后这个美团设工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员工 就把这些员工全部拉到工会里面去 然后字节套动,这些新的模式是董事会 董事会更厉害,为什么 董事会参与经营 董事会参与重大决策 董事会掌握核心机密 这共产党就直接 直接捏住 这资本家的喉咙 直接到你董事会里去 这就是新的模式 另外我们再讲一个这个 讲一个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呢,是因为国家卫健委的 专家组成员疾控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叫曾光 曾光在这个8月16号接受网易的 采访的时候问 网易记者就问他,说这个中国会不会调整这个防疫策略 那么开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会不会开放 他这么说,他说 中国也会走 这个开放这个路 但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头脑清醒 不能操作过急 第一 我们关注英国的开放 另外就是新加坡,他们都很谨慎 因为新加坡疫苗接种率比英国还高 他们的开放是一点一点稳步试探的开放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看看他们这个螃蟹吃得怎么样 到底是新加坡模式还是英国模式还是以色列开放模式哪个更好 他们是怎么开放,有什么教训 然后就讲到这个冬奥会改变这个防疫策略 他说 举办冬奥会 外国人来中国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 14加7的这种隔离期,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中国政府只能折腾中国人 一点都没有负担,但是对老外就不敢了 这是第1个,第2个 北京冬奥会 那么核酸检测 两次,两次阴性就能进 那么理论上还应该还有三天的观察期,但是三天观察期根本不管他 该干嘛干嘛 这是第1个,第2个 为了完成冬奥会,目前已经开始做筹备,比如说冬奥会已经派出30多个人代表团 去观摩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防控情况,不过 冬奥会是在冬天防控的难度大一些 而且呢 这个主要是要防止这个 外国人传给我们,防止在运动员中间互相传播 那么 所以呢 他的意思就是 中国会通过限制入境人数 仅仅发签证给打了疫苗的外国人 而且要打中国疫苗的外国人,以及入境超过 实行至少14天的 酒店这个简易隔离 控制外来风险 但是我觉得不可行 谁愿意打中国疫苗 那如果中国放松限制 就很可能首先是针对 中国大陆对港澳之间的旅行,随后才是针对那些 疫苗接种率感染力得到控制的国家 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的评价是什么 我的评价就是如果按照现在中国疫情控制的情况来看 北京冬奥会 别的因素我不讨论 就是关于这个抵制的因素,我们另外再讨论 疫情这块肯定是一个 就是防控这块肯定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疫苗无效 中国疫苗无效 让北京冬奥会 没有办法采取一个可靠的措施 因为那是运动员,你不能把他关起来 你不把他关起来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没办法控制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这个曾光讲了一堆废话,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意义 但是他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可能是要开放 但是这个开放对中国来说风险无限大 好 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 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好,观点,中国的经济环境风险 一 没有公司法独立调查和独立公开审判的系统制度 二,没有诚信和透明的政治环境 三,没有可信赖的社会秩序 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没有 产权制度 没有产权制度,虽然中国宪法说 就是保护这个私有财产 但是 他并没有说无条件保护 他加了很多简体 然后中国的产权制度 就是不可靠 这是中国经济风险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商,在中国做生意 在中国这个运行你的企业 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你不保证 那你辛辛苦苦做了半天的生意,挣了一堆的钱,一秒钟就没了 为什么,因为保证不了 司法制度 没有可靠的司法制度 情绪,共产党无所不管,把手伸进各行各业 结果就像熊安一样半死不活 把经济拖入泥潭 但为维稳政权一切都值得 熊安现在 对啊,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 熊安现在 就是 好山好水好寂寞,空空荡荡的一个熊安 观点,前一段时间打击互联网的目的出来了 只设党支部 没有用的 钱是最重要的,互联网也要归党产 民意还是为人民,为改革,为社会 为人民的钱袋子换汤 不换药 情况,很多互联网企业 尤其是文创领域 比如快手 硬客 喜马拉雅之类 还有部分教培,其实都是国有创投 基金参股 而且大部分都主动在C轮之后请他们入股 等于送钱给他们 但是这是 这是之前的做法 等于是这个力没有到现任这批人手里 说到底还是争利争权 对 非常对 情况,华尔街贝莱德的研究部门表示 中国不应再被视为新兴市场 并建议投资者将其在中国的封线敞口 提高到三倍之多,华尔街也开始害怕 贝莱德是最大的券商 最大的券商 贝莱德 问题,王先生 只能解释 为习近平妥协吗 不能解释为共同富裕是大目标,大方向 还要继续收拾有钱人吗 例如推出房产税 重新调节收入分配 我整个节目都在解释这个 他背后的意思 你还想,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反过来吗 反过来我不同意,因为我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这么解释的呀 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提供给大家的视频的内容 是我终极的看法 你要再问我 我还是希望你重新再看一遍,好不好 提问王老师 像这种会议一般怎么开发 和人民大会堂那样 领导开完会是金鼓掌吗,当然不是 这种会议 这种会议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要准备呀 会议之前安排谁发言都已经准备好了 发言稿准备好 然后汇报情况,汇报情况那你就 通常像这种会议呢就不会把那个汇报的报告从头念一遍 那几百人那怎么写 没有几百人 这个会议大概也就几十人参加 都是非常 非常关键的人 一般不会让你从头到尾念稿子,那就是讲个提纲 稿子那就大家就发 发到手里 那就可以看 看你的汇报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结论基本上在开会之前已经有 只不过那汇报,然后最后 大家 把这个 结论的文稿给大家一发 然后会上一说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一下,基本上这就结束 就是有这样的会 这种会呢 这种会呢 反而开的时间不会很长 反而开的时间不会很长 这基本上在会前都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 当然这个准备这些好都得 有坐在上面的人全部画圈同意 才能变成文件在会议上发的 那不是使劲鼓掌的了,这跟你在电视上看的那种会又不一样 人民大会 人民大会堂开,比如说开两会 两会开会的时候呢,他非常重要的就是宣读的这个仪式感 比如说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那他必须 站在讲台上 由头到尾从第1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发改委的主任 讲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 从头到尾念一遍 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得从头到尾念一遍 那个就是要使劲鼓掌 那这种会就不是这样 就不需要从头到尾,通常是念个大纲大体上 这种会议就是会前的准备工作很重要 观点,阿富汗危机,中国会继续错不得认为美国衰弱,并延续自己的强硬对外政策 和战狼外交 但是美国刷掉包袱后 将更多的力量投入亚太,我认为美国撤军后,为了挽回形象,可能会与中国在南海 进行一次可控的小规模冲突 不好说 不知道现在他们的路数是怎么样 我们还是等什么吧,我觉得还是要等那个病毒报告吧 病毒报告更近 你现在已经17号 还剩下十来天,两个星期都不到 那么所以我觉得至少在星期,如果你把星期六星天算进去的话 那就剩下 剩下几天 剩下10天都不到 所以 马上就会有东西看 所以不着急 观点,王老师又说到灭霸,我就插一嘴 这次我觉得CCP说了实话,为了国家安全 我觉得是CCP高层看了美国大选 有了和我一样的观感 大型互联网企业真可怕,于是开始整顿这些行业 主要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掌握在自己手里 跟国家安全有关系 但是没那么大的关系,为什么 这些企业跑到美国去上市 他的数据不会跑到美国去 他只是资本在那上市,跟国家安全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的数据还是在他的数据库里面 所以这个问题,你说国家有多安全 有多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我不觉得 所以你说这个美国大选 你说的就是推特跟Facebook 封了这个 封了川普的这个账号,对不对 所以共产党也要学一下 拜托,这两个不同的性质好吗 共产党要 共产党有一个 叫网信办 网信办要封谁就封谁 所有的互联网的平台都捏在共产党手里 这跟这个推特 和Facebook能够把这个总统的账号给封掉 完全不一样 你说的这个 有可比性吗 完全没有可比性 情况,深圳近日要求各公司签署 不非法聘用外国人承诺书 是不是对于外语教培行业的打击或者是防范 防止外疫情输入的要求,是的 一定是这个 问题 王老师请问你怎么看待许家印卸任 恒大主席这事 这对房地产龙头 的整治有何任何变化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 今天,昨天,这条新闻都被刷屏 刷屏是什么原因呢 恒大的老板叫许家印 恒大有两家公司,一家公司叫恒大集团 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董事长,CEO 然后恒大集团下面有家公司叫恒大地产 恒大地产呢,原来的董事长不是许家印 后来呢 许家印呢就想把恒大地产 装到这个深深房,深深房是一家国企 国企 这个国企呢就是 深圳房地产公司,就是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 是深圳早期的上市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呢不死不活 然后他就跟这个,他的控股,深圳市政府,他是国有企业 跟深圳市政府说,要不这样 我把我的这个恒大地产装到你深深房里面去 借深深房的壳上市 那怎么做呢 就是你用深深房 收购我的这个恒大地产 我在用恒大集团 收购这个深深房 用这种方式一下子就把我这个恒大地产的资产就装进去 就等于在深深上市了 他通过这个能够融资 这许家印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情最后没发生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许家印呢原来的深深房的这个,不原来的恒大地产的这个 董事长不是许家印,是另外他安排的管理人员 那么因为要做这个动作,所以许家印就去监了这个 恒大地产的这个董事长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 恒大地产 为什么这个许家印就不做这个恒大地产的董事长了呢 又让原来那哥们又做回去了,就你又做回去了,为什么 因为恒大地产 和深深房 进行这个资产重组 通过这个深深房去上市这件事情已经 干不成了 干不成了算了,你再做回去吧,我就 不去监那个事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 其实跟现在讲的 市场上各种传法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但是呢因为恒大呢最近呢这个资金链有点困难 所以呢他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呢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所以 各种解读都跑出来,其实就是因为深深房这事不成了,所以算了 我就不监了 就这个意思 而且很多传 就是恒大主席,不是,是恒大地产 的董事长 他不做 就这意思 不是恒大集团 情况与观点,坐标深圳近日起 所有进入深圳市全市的机关办公厂所的工作人员 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不许外传 OK 深圳目前有一个 一个确诊病例都没有,却采取如此 前所未有的防疫措施证明了王舍分析的正确 一,疫苗无效 因为那些去那些地方的人员接种率接近100% 二,各级官员为了自保越发采取各种严厉的防控措施 就是这样 非常正确 疫苗无效 疫苗无效就没办法,就让你核酸检测 情况,上海昨天有南京回来的人确诊了 是松江中心医院护士的男朋友 护士也确诊了 OK 情况,扬州的老板转来的 根据扬州市防控44号文件 最新通知 村庄封控 一 村民足不出村 出入证无效,镇上所有商超、药店、菜场关闭 生活必需品志愿者代购,二 所有通行的评区发的工作证明 有个人照片 因为方向益村有两位老人 从疫情开始从未做过核酸检测 今天工作人员上门 检测全部阳性 阳州这事不得停吗 情况,在推特上看到 一位在东京的华人感染新冠之后,在群聊时表示 要坐电车去超市 争取多传染给人 还自称抗日小能手 这个非常可耻 很多中国人被世人讨厌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贫困,也不是因为他富有 不是因为他生于中国,也不是因为他流着中国人的血 而是他用有一颗被邪恶编写出来的 又可怜又可恶的傻逼脑袋 同意 非常同意 情况,我昨天晚上抵达台北 机场入境人数很多,但是各个环节都有很多工作人员协助 出关之后搭乘防疫计程车 到防疫旅店旅馆完全无人接触 规划周全非常温馨人性化 今早区域政府人员打电话来 来询问是否一切安好 全力做好防疫措施 这是我15个晚上 15个晚上的家 和台湾一起加油 所以我一直认为 台湾做得非常好 甩掉大陆 几条街,几十条街 情况,北京要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建立党组织 北京召开发布会并正式引发北京市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 发布会透露,北京明确要求 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建立党组织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进模范作用 推进企业转型和创新发展 有什么用吗 就是不让你倒闭呗 没有别的作用 成立党组织 党支部就是不让你倒闭 但是你没有业务怎么搞啊 不倒闭可以啊,但问题是怎么挣钱啊 情绪,过去共产主义是在社会 社会阶级贫富差距 催生出来的暴力 给了底层人民呐喊自己的痛苦 实现乌托邦的机会,然而 原本为了敌人而团结 当敌人被消灭了 羁绊就消失了 各种人性的缺点 真实黑暗也就出来了,这时所谓的共产主义 其实就是共产主义 可怜啊 你不了解共产主义 我比你了解 你说的不对 共产主义是什么 共产主义就是个棒子 打人的棒子 就是暴力的 暴力的一个理由,或者是 使用暴力的一个旗帜 观点,坚守公益和普世价值,让时间解决恶魔 美国西方不是这样的遏制拖垮消灭苏联的吗 如果乘胜追击几乎可以把另一个恶魔也消灭 但是几届政府的 贪婪绥靖 航蟹一气 造成了今天的美中局面 同时人类,中美社会也在社会富裕 和先进便捷的科技发展中不断的堕落 科技发展中堕落,为什么科技就堕落了呢 共同腐蚀弱化战后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 和民主价值初衷 低劣狭隘极端化 找不到 哪去了 极端化的思潮快速蔓延,特别是精英统治阶层 自私短视弱智加速的这个进程 你能不能把话说的 稍微的 向人话 你就让我读的读成什么样了 希望大家讲 写文字的时候 稍微短的句子 好吧 不要一口气 把所有东西讲完 一样一样讲 就能够让我 喘口气 好吧 观点,如果美国真正有勇气 对决恶魔 就要组成民主联盟,彻底斩断经济科技输血 进一步拉大国力差距 划清界限 等待内部变革 中国的国民信誓绝不可能跟着党国一起吃苦受罪 提问,塔利班曾经输出恐怖主义的温床 2001年美国曾经打算把战略中心转向中国 就是因为911 美国发动反恐战争 进而让中共得以逃脱20年 现在重新让塔利班掌权 一段时间又向欧美进行恐怖奇迹 美国也许不会完全放过中共 但是又 是否又会再次为了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中国 配合 又有某种 让步呢,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 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 不是1加1等于2,很复杂 所以 我们问一些因果关系 特别是在对外 对外关系 两国关系当中 两国关系它不是个单一维度 两国关系有很多维度,有政治维度,有经济维度,有外交维度 有地缘政治的维度等等,有意识形态的维度 它有很多维度 所以你不能够提出来一个问题,这里是因 那边就会得到一个果 因为有这么多维度 这些维度,这个因跑通过这些维度 到这里来得到一个结果 可能就不是因果关系 可能有很多的关系 理解吗 所以呢我们不能这样问问,你问这样的问题我是答不了 我不知道会这样 因为中间有很多打岔 各种打岔 所以 所以呢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 观点 欧美二战太文明了,一个不想自己死兵,一个害怕平民被道德绑架 结果遇到勇猛的流氓就一直后退,流氓不怕死 这是中国人很典型的 看法 就觉得文明是打不过野蛮 那实际上你看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文明战胜野蛮 中国人很欣赏野蛮 欣赏那些 出也没有底线的胜利方式 我在推特上在我们的留言区看到很多很多的在 在说啊西方国家怎么怎么不行 你看看这个他的对手 没有底线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打不赢他 我是不同意的 这是很典型,这个说法很典型 我非常不同意 文明是有力量 只不过文明的力量没有那么直接而已 最终文明还是会胜利 否则人类社会怎么发展到今天 我们现在会遇到一些挫折 没关系 没关系,让我们 大声疾呼嘛 文明嘛,这就是文明 文明就是大声疾呼嘛,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对吧 昨天全世界有两个机场最繁忙,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个是浦东机场 一个是喀布尔机场,这个我们在推特上看了很多了 情况,今天有则新闻,老牌风头机构DCM 董事总经理魏蒙去世,年仅32岁,魏蒙在一个 在一个里程Lexy的私人辱骂环节中 情绪激动 引发状况去世 国内一段时间很流行这种所谓的心灵成长课程 心灵成长课程 心灵成长课程,应该极致鲜明地反对这种 身心蛊惑的活动,这是利用 心理学经验和场域优势 打击学员非常不道德 这个我碰到过很多 很多人recruit我 都不成功,为什么 这些所谓的心灵成长课程呢,有两个特点 第1个它的销售模式,销售模式是用传销的销售模式 这是第1个 所以基本上这是第1个,第2个就是用这种 封闭式的洗脑方式 来对这个学员进行深心的这种 先摧残 然后再洗脑 先摧残,把你的自信心全打掉 打掉之后呢,再洗脑,洗得干干净空白 然后把他们的东西再装进去 然后再洗 不断的洗 然后提出要求你去传销 用传销的方式 所以不管你,所以大家知道一点 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啊,就是 场域优势和心理学的经验 它有 它是设计好了 利用这种心理学的各种心理暗示啊,场域优势啊 设计好了各个程序,通过各个程序,它是固定的 基本上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抵抗 你唯一的抵抗是什么 你最英明的决定是什么 面对这个课程,你最英明的决定就是不参加 他对一种人是无效 哪种人呢 就是你有足够自信的人是无效 这种课程是针对什么人的 第一有钱 这课程都很贵的 贵的,第一有钱 第二 有些心理上的问题 有些心理上的问题 第三最最重要 不快乐的人 参加这种这些课程的人,所有的人都不快乐 你只要你不快乐 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你还有钱 基本上是他的完美的学员 然后你还帮他卖 反正大家记住 碰到这种课程,所谓的什么心灵啊什么 你之前还有什么普拉提呀这些 不要参加 大家记住 你的心灵成长靠的是什么 你的心灵成长只能靠你自己,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谁能帮你 谁都帮不了你 课程能帮你 这个世界就太便宜了嘛 是吗 一个课程能搞定你所有的人生问题 这个课程才 才几万块钱 应该是几百万才对呀,你说呢 观点,其实高中政治课就说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留私有制企业 那就是权益之计 但长远的看,消灭他们才是我们的崇高理想 所以这些动作不稀奇 稀奇的 共产党靠什么治国 共产党不是靠教科书治国 共产党 共产党靠的是政策治国 政策治国的特征是什么 政策治国特征就是变来变去 不断的变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绝对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现在的政策 一个星期之前是另外一种政策 所以有意义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原因就在这里 情况虽然马来西亚的限制出行,中国理解的封城 但在这里还允许健康马绿色的人出行购买生活用品 物价也很稳定,这里有很多慈善团体 政党对需要帮助的家庭伸出援手 发放食物,我不明白为何中国封城 物价会飞涨,而且没有物资及时救助 烂啊 共产党就这么烂 没有别的 就是 做正事千疮百孔,这是它的特征 情况,上海个人社保最低缴纳标准由 1850上涨到2120,上涨15%,电价也涨,据说涨幅不会小 全国31个省会只有上海财政银鱼 CCP没钱了 继续强力零感染的话 镰刀会越来越锋利,收割的周期越来越短 平民的生活会越来越苦 情况,刚收到国内朋友信息 商务部退休干部,每年 每年少拿一个月工资,OK,已经发不了了 商务部已经发不了钱了 观点,看王老师的节目并不算太长 但是一场主步 这期间也改变了我不少的看法,也赞叹王老师在面对不同意见中 的坚持,在听完王老师坚持的理念后,我发现其中隐含着人道关怀 如果把您的人道关怀看明白,就不难理解你的很多观点 批拜登的撤军是如此,关怀小女生 副哨网络欺凌亦是如此 我坐在这个镜头前 跟大家做节目做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是根据我自己的价值体系 来进行新闻的 新闻工作 那么这个价值体系是一贯的 我们在面对这个新闻的过程当中,需要把我们的价值观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 这就是我们判断的标准 或者是 这边是专业的能力 这边是价值观 这是我们节目的两个蜘蛛 所以你可以看 我在所有的新闻判断 在所有事情回答问题 我提供的所有的答案,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提供的看法 都是一贯 你可以看我们第1个节目到现在 除非新闻事实发生变化,我们会根据新闻事实来改变 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一贯,为什么 因为这是普世的价值观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包括这个网友说的 人道关怀 我们也可以叫同理心 同理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人的 这种价值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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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伟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下个节目 scene 感谢观看